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数字都会令到人比较 不知道究竟如何分析 例如你一首C楼登记 你见到最新第一季度 应该是创了两年以来 首季,只是计首季的新高 你见到中数方面 按年升了六成八 金额也按年升了八成以上 不过我想是去年特别低基数所带动 下半年方面你会如何去预测 你很淡 一直跟你谈的时候 我不是很淡 我都没讲正面因素 我打算给你讲正面 正面是否只剩下供应不够一人 不是,供应不是太不够的 我见似乎政府想多些供应出来 但好像做到都不做得到 最近都只是说那些什么 发展商那些空置税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他已经退了 现在 但问题现在是政府做的事 其实是 他的行为和他说的事 是完全相反的 他就想增加供应 但他就剥夺私人市场的供应 全部拿去供应房屋 供应房屋从来是非常难入的 你不是人申请过公屋 或者居屋都知道的 所以其实呢 任何增加供应房屋的那些措施 会制造一个 阻制了整体那个 应该是那个 换楼的那个阶梯的那个活力 那导致很多是人为的 那个不效 没有效率的情况出现 那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说的 应该政府做的事 是将所有的供应房屋 拿出来给发展商去买 嗯 还有 因为现在的做法呢 是七三 嗯 是的 你如果百分之八的话 你想象一下 买得私楼的人的那个 整体的需求 你现在是 只是给到三成的人去买 就是一百元 买到三间屋 每间屋就是三十三元 你如果将剩下的七十间 不 剩下的七间的那个 供应房屋都拿出来 一百元买十间的话 那楼价可以跌三分之二 会不会其实又不想楼价跌那么多 那你究竟是要人民能够负担 还是在这里托高楼价 那这个你就看到 政府那个 两面派的那个 那个 嘴面 嘴链 那究竟真的那面是什么呢 直接令我想起 那屋楼是怎样的呢 是它会大跌 还是你要揣测它 它是不会做的 因为它的政府 一般来说 永远的就是 加大它的控制权力 加大它能够监控的那个力度 所以 除非有一个 能够真是 全自由派 市场派的人 来掌控这个政府的话 基本上是 不断不断地 这样 将个私人市场 压杀 之前常常都会说 公私营合作的 其实发展商都没办法 开声说 我当然欢迎了 没办法 但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那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物理好 因为最终 很难跌得多 因为私人的 供应会越来越少 但是到某一个阶段 可能三年四年之后 大量的公营房屋 开始应市 那时候 它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不断地推出来 那时候 你就可能要更加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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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